8點20分 帶來關心天氣的信息 這個禮拜 對於北部跟東半部來講 其實只有兩天天氣比較差 其他的時候都是好天氣 你看這畫面 台東的天堂路 天氣滿好的 而且好濕意 你看雲層 還有山崙繚繞之下 看了我就覺得說 很想去度假 那麼今天 台東目前的溫度 大概是23度左右 很適合去旅遊 那麼今天 北部東半部的溫度是如何呢 我們透過衛星日圖 帶你來看看 今天吹的是偏東南風 所以台灣的大氣環境底下 其實都是偏溫暖的 像是北部東半部來講 是25到28度 中南部地區大概都30度以上 尤其是河谷 或者是近山區 32到34度 因此全台灣各地 都是好天氣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呢 日夜溫差滿大的 那麼今天的清晨最低溫 是落在花蓮的鯉魚潭 14.8度 那麼另外像是 蓮江東引15度 還有嘉義 以及苗栗地區15.5 以及新竹的15.6度左右 你看白天30度 那麼清晨15度 所以日夜溫差高達15度呢 真的要洋蔥式的穿渣 調整衣著了 那麼今天紫外線的指數也都偏高喔 尤其是中部以南 還有宜蘭花蓮跟台東 目前呢紫外線預估都是8到9 也就是過量等級 另外離島的澎湖地區呢 也是過量級 好 過量級是什麼意思 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麼就是如果你沒有防曬的話 在戶外如果待15到20分鐘的話 非常容易曬傷 而且皮膚可能會有 紅董刺痛的感覺 還有一個天氣重點 那麼就是空氣品質了 今天吹的是東南風啊 所以說呢 像是北部啦 還有中部 雲家呢 以及高平一旦 因為擴散條件不佳 所以看起來都是橘色警戒 也就是對於敏感 呼吸道族群的觀眾朋友 比較不健康 但是在中午過後 一直到下午這一段時間 有機會升級 變成紅色警戒 那麼這代表的意義就是呢 對於所有的族群 都是不太健康的 也建議觀眾朋友 外出帝得戴口罩啦 那麼從三日雨區圖 帶你們來看看 這個雨量的分布了 今天呢 與滿零星的 東半部零星的飄飄雨 那明天開始呢 是東北季風要來 因此呢 北台灣的溫度略降 那麼也有一點水氣啊 像是呢 北部的山區 還有整個東半部 那麼中南部的山區 也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麼到了禮拜四又恢復 晴時多雲的好天氣 主要呢 還是東半部 有一些局部的雨勢 來看一下 未來這整個禮拜的 溫度趨勢了 今天北台灣 可以來到二十八度 還滿溫暖舒適的 那麼明天東北季風來 因此高溫略降 來到二十六度左右 到了禮拜四 禮拜五 天氣非常地好 有機會可以飄到 三十度以上 不過呢 週收假期的禮拜六 這一天溫度再度下滑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因為 風面來了 這個風面呢 快速地掠過 因此呢 北台灣的溫度 就會降下來 而且還會下雨呢 到了週收假期 禮拜日開始天氣又逐漸好轉 又恢復到 晴時多雲的天氣 那溫度呢 是大概二十七到二十八度左右 中台灣 真的是春暖花開的感覺啊 這個未來的溫度 都是二十八到二十九度左右 只有在禮拜六這一天 風面來了 所以呢 溫度略降 高溫來到二十六度左右 那麼禮拜天到下個禮拜一 又恢復好天氣了 大概是二十七到二十八度 南台灣 幾乎不受太大的影響 不過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日夜溫差真的比較大耶 你看現在的均溫 大概是二十八到二十九度 但是在河谷或者是近山區 都有機會飆迫到三十度喔 那麼清晨跟夜裡的溫度呢 是來到二十三到二十四度左右 對於南台灣來講 是比較溫熱 比較悶熱 而且日夜溫差滿大的 東台灣 好 東台灣的溫度呢 今天的高溫大概是二十六度左右 不過到了禮拜五這一天 天氣以及溫度最好了 來到二十八度 不過禮拜六 風面也通過了 所以說呢 溫度也稍微下降一些 來到二十六度 那麼下個禮拜又是 好天氣的天氣形態 也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囉 今天氣溫比較炎熱 另外呢要多多的補充水分了 一直要到禮拜六才會下雨 而且溫度稍微下滑 以上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明天氣